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,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非常好吃的芝士香蕉饼 手不粘面,简单方便 无糖,少油 天天吃也不用担心会发胖 下面我们开始吧 在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搅散 再加入10克融化的黄油 100克的牛奶 充分地搅拌均匀 再加入80克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非常细腻 有一些粘稠的糊状 我准备的是一个6寸的蛋糕烤盘 我们把切好的香蕉片 马放到盘底 再倒入已经调好的面糊 请震几下震出里面的气泡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5-10分钟 180度上下火 先烤20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取出来 再根据个人口味 撒入适量的芝士 然后再放入烤箱 180度再烤8分钟左右 烤到芝士上色均匀 就可以出炉了 这盖香蕉饼出炉以后 闻着就特别的香 看着也是很有食欲 我们把它脱模以后 再切成小块 就可以装盘开动了 对于爱好美食的朋友来说 这款香蕉饼算是一款福利了 做法简单不说 吃起来有香蕉的香甜 还有很多很多的芝士 又香又甜 味道超级棒 你也赶快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